发小结婚邀我回去当伴郎 婚礼上 我和伴娘没来眼去 确定关系当天 她向我借了十万块 给出车祸的父亲治病 当我想出现在伴娘身边 给她安慰时 却发现她父亲根本没有出车祸 单了许久的发小突然结婚 邀请我去当伴郎 说新娘那边的伴娘很好看 看我单了那么久 帮我牵线 不愧是我的发小 自己结婚也不忘兄弟我的姻缘 当即订票 不管能不能成 也打算给她包一个大红包 我兄弟李成这个人 人老实能干 从来不乱花钱 要不是工地上没有什么女孩 她也不会一直没有女朋友 我熟门熟路地找到发小订的包间 还没推开门 就听见她在里面夸我 这搞得我老脸一红 心想她为了我脱单 可真是费尽心思了 推开门进去 发小就把我介绍给那群伴娘 其他兄弟我都认识 因此主要是和伴娘打个仗面 这一看 我眼睛都看直了 一时间不知道看谁才好 个个都是顶好的 肤白貌美大长腿 身材极好 天气热 他们穿得比较轻薄 一个个傲人的山峰呼之欲出 兄弟 别怪哥不提醒你啊 这几个伴娘 都是我们特意为你挑选的 你要是看上谁 你就主动一点 今年你要是再不脱单 叔叔阿姨该着急了 他在我耳边巧声说道 我脸都红了 盲点头 和他们说话时 眼神稍微往下 就看见雪白的双峰若隐若现 我顿时感觉要流鼻血了 平时在工地上很少看到女人 这一下看到那么多好看的 有些应接不暇了 我努力和这群伴娘搞好关系 可是他们似乎都觉得我有些无趣 和我磕套几句后 便不再和我说话 发小鼓励我 没关系 他们都比较害羞 你以为我会给找那种很会玩的女人啊 肯定都是找适合结婚的本分女人 放不开是很正常的 我想他说的也是 我不能仅凭穿着就给他们定义 想着明天接亲还有机会 我便不再执着于和伴娘们说话 发小问我这两年混得怎么样 他对我识了个眼色 我瞄懂 于是我开始高谈酷论在外边的生活 直接将月薪翻了几番 一个成功的人士就这么被我装起来了 发小整个人惊呆了 他也没想到 我这么能装吧 不过 还真有用 坐在我旁边的伴娘借口说要去卫生间一趟 我让他 估计是喝多了 他在经过我时裂切了一下 直接整个坐在我怀里 我由于扶住他 不小心碰到了胸前的柔软 真软啊 比棉花还软 兄弟们直起哄 女孩一下脸就红了 我赶紧松开他 发小使了个脸色 我忙说送他去卫生间 其他人起哄更厉害了 女孩脸红得犹如红透了的苹果 他生如闻纳 点了点头 真想咬上一口 他走在前面 这才对他的大长腿有了直观感受 又细又长 穿的热裤很短 两条腿走路时 几乎可以窥见一半春光 这要是我女朋友 不得美上了天 我因为不好意思 便走在他旁边 他踉跄了几步 我赶紧扶住他 美人在怀 鼻尖是他身上芬芳的香味 很好闻 他好受啊 将他抱在怀里 有种满满的保护欲 对不起 我好像有点喝多了 他抬头看我 眼睛水汪汪的 双颊泛红 一张义和的小嘴儿 看得人血液澎湃 不知道喊起来是什么感觉 没事没事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扶着你就好了 太摇了摇头 可能是还有些害羞 可是他自己实在是走两步路 就要摔倒 只好任由我扶着了 我记得他也没喝两杯酒 怎么就已经醉了 酒量这么浅的吗 我有些担忧地看着他进去 只见他一路都需要扶着 里面我又不太方便 过了一会儿 里面传来一声尖叫声 我忙问他怎么了 他在里面为难地说道 你能进来扶我一下子吗 我摔倒了 一颗心扑扑直跳 脑子里已经响如飞飞了 这会儿进去 会不会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画面 我满怀着期待进去 拉开了女厕所的门 女孩躺在地上 令人失望的是 他的裤子已经拉上了 只不过 从上往下看去 沟壑明显 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却低声哭了起来 珍珠般的眼泪在脸上流淌 看得人心里易软 他凭什么不要我 是我哪里不好 还是我不好看 他嘴里嚷着 他失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还以为能拿下他呢 结果是一个心里有人的 心里那点想法全部消散 当务之急 是将他抱起来 刚搂住他 费了好大力抱起来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着我笑了下 你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你好过分 这是把我认成他的前任了吗 要是换成其他女人 我肯定会成人之威 开点忧 站点便宜 但是他不一样 他是我发小老婆的伴娘 嫂子是个狠乎朋友的人 心里乱糟糟地想着 突然一个柔软的嘴唇贴了上来 脑子里轰的一声 我瞪大了眼睛 他伸出双手搂着我脖子 嘴唇和想象的一样柔软 不 还要更柔软一些 我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忘了反应 呆呆地任由他将舌头 灵活地伸进我的嘴里 纠缠在一块耳 手下是他柔软的身体 鼻尖是他的芬芳 我感觉此时我置身于云端 你今天怎么了 你以前都不会这么老实的 别装他布满地嘟嘴 直接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 这换谁谁能忍啊 心底的欲望喧嚣着 破土而出 不 我这是成人之位 内心深处 一道声音提醒着我 真要发生点什么 我不好对嫂子交代 我推开女孩 你喝多了 并将她带出卫生间 她一直不满地嘟囔着 你这是几个意思 你现在连对我的身体 都没有欲望了 刚出来 其他几个伴娘结伴过来 我心里慌了一下 还好刚刚守住了底线 不然让他们撞见了 我这次就得辜负 我发小的好意了 我们什么都没做 你们不要误会 她好像有些喝多了 是先把她送回去还是 我心虚地问道 话一出口 我就有些后悔 听着就像是欲盖弥彰 他们几个低声笑着 以那种我们都懂的眼神看我 待会还要去唱K呢 就先送她回去吧 我们就在楼上的酒店 我硬了下来 然后找到发小的时候 对她吐槽 你怎么给我找了一个刚失恋的 人家心里还装着前男友呢 一想到这儿 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这刚刚差点擦枪走火的概率 要是真和她在一起了 还不得给我戴绿帽子 发小翻了的白眼 那么多伴娘 你偏偏或刚失恋地搞在了一起 不过话又说回来 孙黎他人啊 确实不错 只是可惜遇到了个渣男 我看啊 要是让他重新谈恋爱 肯定就摆脱了那个渣男 我明显不信 发小看出我的意思 难道我会骗你 要不是知根知底的 我们才不会给你牵线 你要是不喜欢就算了 我老婆对他这几个朋友 可是宝贵得很 我还要陪他们喝酒 你帮我送上去一下 你可别趁别人喝多了 就欺负人家发小 一边说一边将房卡给我 谁欺负谁 还不一定呢 我接过房卡 回去将孙黎送房间去 刚一会儿没看见 他坐在位置上 又一个劲地喝了起来 我说送他回房间 他也乖乖答应 只是说话的语速 变慢了许多 这就是喝多了 还要抢装自己没有喝多 刚一进电梯 他就原形毕露 我没有喝醉呢 我知道你是南哥的发小 他经常提起你 说你一直单着我汗颜 发小也太在意 我脱单的事了吧 真是皇帝不及 太监急 他说我什么 我来了好奇心 孙黎气嘟嘟地说道 还不是就那些夸人的话 我才不信 你们男人啊 都是一伙的 说什么你这么多年 一个女朋友也没有交往过 我才不信 你们工地上的男人 玩得醉花了 我苦笑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男人玩的画 但是又不包括我 说话间 电梯已经到了 孙黎在我怀里 又阴阴地哭了起来 嘴里呢喃 你们男人都是大骗子 电梯外有人候着 见我们这副模样 纷纷用看哄骗小女生 渣男的眼神看我 我真是哑巴赤黄连 有苦说不出 好不容易将孙黎放在床上 她勾着我的脖子 不让我走 我就这么没有魅力吗 你对我一点都没有心动 大姐啊 我就算是心动 也不是禽兽啊 哪有见面第一天 就滚床单的 我可不是那么随便的男人 我们还没有关系呢 那你做我男朋友不就行了 你这会儿又清醒了 不认错人了 哈 我有认错吗 我福娥 她真的知道 她现在在做什么吗 反正不管我怎么说 孙黎就是不让我走 一会儿说自己想吐 让我拿垃圾桶 吐的一阵昏天暗地后 她又捏着鼻子让我拿开 真是伺候姑奶奶一样 在后来 她又闹着要洗澡 这个我可帮不了忙 她一阵哭闹 直到我答应后 她才消停 原本只是想让她自己进去洗澡 我在门外等着 她却让我全程帮她洗 看光她身体的那一刻 我呼吸都重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我给她洗澡变成了我们俩拥吻在一起 两具身子纠缠在一块儿 她大口喘着气 脸色潮红 被热水淋过的身子泛着红 快给我 呜 我刚要进入正题 门外砰砰砰一阵敲门声 这声音彻底将我惊醒 一阵手忙脚乱将孙黎放在床上 盖好被子后 我才匆匆去开门 媳妇 孙黎好着呢 你放心 我兄弟不会欺负她 发小站在门外 和嫂子视频通话 看样子 她也有点喝多 李承怎么还在孙黎的房间 发小愣了一下 问我 你怎么还没走 我心里一虚 但是面上却装出一副疲惫的样子 嫂子 你朋友可把我累坏了 回来吐了好几次 都是我清理的 我就说房间怎么那么臭 嫂子明显不幸 始终觉得我这个点 在孙黎房间不正常 我将手机拿到垃圾桶处 她提前喊停 让我不要给她看那些恶心的东西 这才挂了电话 我松了一口气 发小不怀好意看着我 嘿嘿两声 李承 你没对人家做什么吧 我没好气地回她 你看看我能做什么 她却一脸坏笑 那厕所里的衣服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看了一眼 衣服乱糟糟地挂在卫生间 孙黎这个人不错 你要是真和她在一起了 你嫂子也不会说什么 你嫂子就是怕她再遇到渣男 兄弟 别怪哥没有给你机会 发小拍了拍我的肩膀 挤眉弄眼 离开时还贴心地将门给我戴上 我看着床上已经熟睡的孙黎 苦笑 她把我体内的浴火勾起来了 自己倒是睡着了 我将被子给她噎好 房卡放在床头 退出了房间 六 起了个早 为伴娘他们买了早饭 新娘昨晚上已经接到酒店来了 洁青就在酒店 和发小碰面的时候 她碰了我一下 昨晚怎样 我自己一个人睡得挺好的 太摇摇头 恨铁不成钢 这么好的机会就给你浪费了 醒了谁还认啊 我嘀咕着 那也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 把人家睡了 发小叹了口气 算了 也许你和孙黎不来电呢 待会儿接亲 你可机灵点 还有其他伴娘 你总得谈上一个吧 我没说话 其实孙黎的模样 已经映在了我脑海里 接亲很热闹 也许是提前交代过 所以大家都还挺和谐的 中途玩游戏时 和一位伴娘亲上了嘴 在一片起哄声中 我却看向了孙黎 只见她立即眼眶红了 什么话也没说 结亲还得继续进行 由于那位伴娘 不排斥我的接触 甚至有意和我多交流 在接下来的结亲 拍外景时 她都站在我旁边 而孙黎 我每次看她时 她都红着双眼 强颜欢笑 我则一直找不到机会 和她解释 好不容易等婚礼结束了 我想去找孙黎说清楚 她一看见我 赌气似的走了 我刚要上前 之前一直和我在一起的伴娘 找上我 她说 经过这一天的相处 觉得我这个人很靠谱 她愿意和我在一起 而我的人品 她已经不用怀疑 因为经常从我发小口中 听见我的名字 看着伴娘高挑的个子 交好的面容 此时眼里满是真诚 焦修期待着我的答案 说不心动是假的 毕竟人家也确实挺漂亮 要是网上和她网恋 肯定搭进去我全部家当 只可惜 我心里已经有孙黎了 我拒绝了她 她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骂我渣男 要是对她没意思 怎么一早上都不排斥她 我表示很委屈 这不我发小结婚 而且我又没对她做什么 我只是说抱歉 然后赶紧去追孙黎去了 好不容易追上孙黎 我已经是大口喘气 你不是和别人打得火热吗 现在追上来干嘛 孙黎气鼓鼓的 很可爱 我心里原本没底 听着她吃味的语气 我反而踏实多了 再不追上来 未来女朋友 要没有了她小脸一红 你在胡说什么 你昨晚把人家睡了 现在就想吃干抹镜走人 我故作委屈 她脸色猛得胀红 说话也磕绊起来 你是说 昨晚 昨晚我把你纳什么 看她这副模样 真是可爱的景 我会声会色 说她昨晚对我做的事 说到关键时刻 她急忙捂住了我的嘴 看了一眼左右 声音放低 你别说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问她 她低着头 显然很苦恼的样子 作女朋友吧 她抬头吃惊地看着我 愣了下 问我 你认真的 我点点头 当然是认真的 她略微思索了一下 我不是那种玩玩的人 要是真和我在一起 我们就要谈到结婚 我心里乐开了花 参加了一个婚礼 就得了一个女朋友 还是结婚的那种 这下过年的时候 我爸妈就不得催我了吧 面上还是一本正经地 答应了她 晚上牵着孙黎的手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发小和嫂子有些惊讶 但也没说什么 我是第二天的飞机 当晚 孙黎红着脸 与我进了同一间房 清醒的孙黎 可不像昨晚那样主动 她羞涩地极少说话 我抱着她亲吻时 一阵急促的铃声 打断了我们 气 孙黎在我面前接了电话 趁她接电话的空档 我打开某团 在上面看一些情趣用品 下一次见面 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了 今晚我想和她 多尝试一些东西 不料 孙黎刚接电话没两秒 眼泪啪哒啪哒地掉下来 我现在就过来 你们别着急 十万 好 我马上凑了过来 孙黎一张小脸惨白 眼泪挂在睫毛上 挂了电话后 她抽烟着说道 李成 我爸出车祸了 对方肇事逃逸 我现在得赶紧过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不就是我老丈人 出了车祸吗 她哭得像个累人似的 好不容易 才将事情说清楚 老丈人此时正在被抢救 但是需要一大笔手术费 看着急急忙忙 就要往外走的孙黎 我几番纠结后 动了侧影之心 管她三七二十一 反正她也是 嫂子那边的好朋友 孙黎 这张卡上有十万 你先拿去用 不够再给我说 她十分震惊地 看着我摇头推剧 不不不李成 我们这才刚在一起 我不能收你这么多钱 那你拿得出这么多钱吗 我一脸严肃 孙黎张了张嘴 眼泪又掉了下来 从她刚刚打电话时 我就知道 她肯定拿不出那么多钱 救人要紧 再说了 如果我们俩能成 这也是救了我老丈人 我又害怕成衣不够 我现在陪你过去 孙黎摇头 不 不用你过去了 估计是怕我误会 她又解释 李成 我担心你工作要紧 听南哥说 你这次也是特意 请了嫁回来的 孙黎还没有说完呢 工作群里发来了消息 老板让我明天必须回去 面对如此情况 我也只有放弃 跟她一块的想法 擦了擦她的眼泪 有什么事 一定要和我说就这样 我和孙黎分开了 爸 飞回去后 得知了孙黎那边的情况 她爸爸暂时脱离了 生命危险 但是后续还需要一笔费用 因为肇事者还在找中 他们只有自掏腰包 而孙黎是独生子女 他们家就她一个女儿 担子全部压在她一个人的身上 好几次都从电话里 听到她压抑的嗓音 听她一哭 我的心仿佛多岁了 便没忍住 想再给她转十万 密码还剩最后一个数字时 老板的消息谈了出来 说在我老家城市有一个项目 让我去做这个工程 正好这几天正是孙黎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可以给她一个肩膀靠靠 回老家的心有些迫不及待 我好不容易忍住想告诉孙黎 因为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到老家后 我谁也没说 问孙黎我老丈人在哪个医院 说我在网上买了一些补品 孙黎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说出一个医院名字 我没多想 直接奔向医院 然而 我在医院问了护士半天 都没有问到孙黎爸爸的住院信息 刚准备给孙黎打电话 却碰见了来医院的发小和嫂子来看妇科 看见我 他们很意外 问我怎么回来了 我这才将孙黎爸爸出车祸的事给说了 发小一脸疑惑 刚要开口 就被嫂子一个眼神制止 嫂子沉思了一瞬 李诚 你可以再问问孙黎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家医院还有另一个区 万一是在另一个地方呢 我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 然后说现在就赶过去 但是我并没有立即赶往另一个地方 而是又折回悄悄跟在发小和嫂子身后 刚刚他们俩的反应告诉我不对劲 刚刚你干嘛拦着我 孙黎的爸爸啥时候出车祸了 发小问嫂子 嫂子一脸凝重 正是感觉不对劲 所以才先瞒着李诚 孙黎是我的朋友 又是我们一手促成他们俩在一起 万一这中间发生了什么误会 我们不就对不起他们吗 可是 你确定孙黎靠谱 你这个朋友才和你认识多久 你就将他当成好闺蜜了 嫂子一个眼神过去 发小善善闭了嘴 我心里一惊 不说都是知根知底的吗 怎么又变成才认识不久的了 要不是因为他俩 我也不会毫不犹豫给孙黎十万块 现在想想 整件事情透着诡异 我和孙黎的进度也稍微快了一些 我故意给孙黎打了个电话 说不凭已经放医院了 问他收到没 他回复我说收到了 我更加怀疑他 握了我揣在兜里的十万块 要不是老板这次项目 只怕我已经将这十万块送出去了 心里一惊 我坐在出租车上 开始想怎么拿回我原来的那十万块时 却瞥见路边两个拉扯的身影 一男一女 那女人不就是孙黎吗 就 我赶紧让司机停了车 在路边下了车后 给孙黎打了电话 他脸色一变 和男人停止了拉扯 然后接了我的电话 我问他在哪呢 他说在医院 他爸一直需要人照顾 所以他也就一直在照顾着 最难受的不是知道被骗 而是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 但是却一直对孙黎很上心 我不愿意成人之威 当了一个正人君子 却被别人骗得团团转 孙黎还问我工作忙不忙 今天怎么有空给他打好几次电话 我称我想他了 孙黎脸上有些不耐 却还是哄着我 说等他爸爸出院了 他就来找我 不过现在就是还差十万医药费 我没有接话 说自己手头有点事就先不说了 孙黎刚挂电话 男人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直接破口大骂 一提到钱他就没声望 之前看他一声不吭拿出二十万 还以为他很大方呢 我都不想和他联系了 抠搜男一个 别啊 说不定还能从他那儿再要到一些钱呢 反正你就一直吊着他 孙黎思考了一瞬 不耐烦地点点头 行 必须得从他那里再搞点钱过来 我看着两人进了一个小区 待两人进了屋子后 隔了一会儿 我猜出来 从外面 都可以听见里面杂乱的声音 像是住了一群人的样子 没多久 听到一些不可描述的声音 我额头突突直跳 难以想象 孙黎一个富白貌美的女人 躺在别的男人身下的样子 有邻居从楼上下来 看了那家屋子一眼 用那种鄙视的眼神 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 他肯定是误会 我和里面的人是一伙的了 我从包里拿出烟 递给男人 问道 我一朋友欠我钱不还 给了这么一个地址 你认识这里面的人吗 出门在外 有言好办事 男人听了 摇摇头 你居然敢借钱 给那里面的人 他嫌弃地看了立面一眼 那里面好些男女混住 都是一群不上班的年轻人 你那笔钱啊 大概率是要不回来了 男人也不想和我多说 只是提醒了我几句 不要轻易借钱给别人后 就走了 我坐在楼梯间 给自己点上了一支香烟 吞云吐雾时 我一门心思放在我那十万块上 偏偏手里没有证据 想报警都难 我刚准备走 打算从长记忆时 却瞧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嫂子 是 只见他左右看了看 然后掏出钥匙进了门 他怎么 联想起之前在医院碰到他的反应 不对劲 之前我发小一声不吭 一天突然宣布自己要结婚了 而且媳妇还很漂亮 那时候我酸的牙齿都快咬碎了 现在看来 处处透着诡异 既然嫂子也进了这个门 那孙黎很快就知道 我回老家的消息了 眼珠子一转 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 我约了我发小出来吃宵夜 他支支吾吾不出来 我一顿逼问 他才不好意思地说 我回来应该他请我的 但是现在手里没钱 我在电话里骂了他一顿 什么时候和我分得那么轻了 不过 我发小家境也算英识 而且这才刚结婚 肯定收了不少份子钱 怎么就穷得连一顿夜宵都吃不起了 加上他之前结婚 还借了我五万块说是凑彩礼 现在越想越不对劲 发小两杯酒下渡后 这才说出了实情 他和他老婆是通过网恋认识的 笨县当天就开了房 一个月后 嫂子就怀孕了 嫂子家里还有个弟弟 在彩礼上狮子大张口 要了三十万 发小说 嫂子因为家里重男轻女的缘故 从小就过得很可怜 要是他不拿出彩礼来娶嫂子 他家里肯定会被家里人 以未婚先孕不减点为优 给活活打死的 你嫂子 命苦 他跟了我 我一定会好好疼他 发小说道 哥 你们也就是还没领证 我听出了其中的盲点 嗯 发小不以为意 你嫂子说 家里让再给十万块 到时候把他户口本 给我们拿去领证 他这不是怀孕了吗 到时候生孩子 上户口要用 但是你嫂子不愿意 让我先不急 他可舍不得我再拿十万块出去 说等哪天他从家里把户口 偷出来我们去领证 就行了 你嫂子能为我着想到这个份上 也值了我看着发小一脸 自己赚大的满足感 一时之间 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他嫂子的事 我现在敢肯定的是 嫂子和孙黎 以及那一屋子的人 肯定是一个犯罪团伙 而我和我发小 就是被骗的冤大头 不过 两个人办法总比一个人多 而且 我觉得发小的事情 比我自己的严重多了 刚要将事情给发小说时 嫂子和孙黎 就已经走到我们身后了 尤其是孙黎 面上带着羞涩 娇称 你怎么过来了 都不和我说一声 我好接你嘛 十一 想必是嫂子给孙黎 说了我回来的事 两人才找了过来 兄弟 别怪哥破坏了 你给孙黎准备的惊喜啊 我和你嫂子定位共享 他肯定猜到 你一回来 就会找我喝酒 嫂子坐在发小身边 脸上挂着温柔的笑意 两个人的手 十指相扣 犹如热恋中的情侣 要不是我看见嫂子 进了那间屋子 我还就真信了 孙黎熟忍地坐在我身边 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你要是提前 说你要回来 我肯定会提前一天 就很开心的 我笑着说道 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 没想到 让嫂子先给你说了 叔叔她怎么样了 嫂子接过话去 这件事就是孙黎的不对了 叔叔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说一声 一个人瞒着 要不是今天碰见李成啊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 发小恍然大悟 连忙担忧看向孙黎 附和道 对啊 孙黎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说啊 我们能帮就帮一下 你一个人扛着多难 孙黎黯然伤神 强颜欢笑 南哥 你和久久的好意 我心灵了 但是我也知道 你们为了结这个婚 也不容易 所以我也不是故意 瞒着你们的 那你爸爸后续怎么办 我 要不我回家向我家里要钱 本来那彩礼钱 就应该给我的孙黎 连忙拒绝 不不不 久久 可千万别 你那个家庭 要是敢要钱 我可不想你为了 我遭一顿毒打 我就看着两人唱双簧 不就是想让我在这个时候 拿钱吗 我偏偏假装 听不懂话里的意思 还安慰孙黎 让她不要太难过了 就是不提出一分钱的事 我可是没错过孙黎 和嫂子眼中的不耐烦 后来他们主动将这个话题翻篇 然后我不经意间说出 家里人对我很严 说不放心 我在工地上干 想让我进体制内上班 关系都找好了 就等我回来 孙黎和嫂子两人一对事 眼里露出算计 十二 他们俩提出要去上厕所 发小看着两人的背影 摇摇头 我就搞不懂女人了 为什么上的厕所 还要有人陪 这顿饭 全程心思各异 就我发小被蒙在鼓里 嫂子和孙黎两人回来后 孙黎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今晚上我妈首页 我可以陪你声音暧昧 脸上却带着几分羞涩 之前我最喜欢的 就是她羞涩的模样 像一颗鲜嫩多汁的水蜜桃 但是现在 喝 我假装很激动 握着她的小手 真的 她摁了一下 我估摸着 他们肯定今晚就要动手了 这下我直接装出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发小想和我再多喝两杯都被我拒绝了 带着孙黎就要往酒店走 孙黎却不愿意去我订的酒店 她说明早还得去和她妈妈换班 所以得找一个离医院近一点的酒店 她小声说 在知道我来的时候就已经订好酒店了 还说给我准备了惊喜 甚至问我 喜不喜欢角色扮演 我自然顺着她的话 盲说喜欢 她小脸再次一红 说到了酒店就知道了 到了酒店后 孙黎让我在床上等着 她去换一身衣服 等她出来时 换上了一身仆人妆 不得不说 她惹火的身材穿上这身衣服 真是让人血脉喷张 我直接将她扑倒 她嘴里喊着 不要这样 我一脸兴奋 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我很喜欢孙黎的呼救声更强烈了 当我刚刚扒掉她的衣服时 门被猛地从外边踹开 紧接着进来一伙人 你敢强奸我女朋友 今天这事我和你没完 十三 一群人将我围住 有人拿着手机录像 我一脸紧张 在看孙黎 此时哭的梨花待遇 像是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般 男人提出 今天这事要么公了 要么撕了 你自己选择 我肯定是问撕了如何办 他们说 我拿出十万块 今天这事算解决 不然的话 公了 只有将我送进派出所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时间差不多了 于是冷笑着说道 公了吧 他们脸色猛低一变 一脸凶象 企图威胁我 公了 那可是要被关起来的 对 就是关起来话音刚落 冲进来一批警察 将全部人控制起来 在我的帮助下 警察打击了一伙诈骗犯 他们涉及金额高达几百万 当发小老婆被警察带走的时候 他傻眼了 直到我对他说出他老婆的真面目时 他嘴里还喃喃着 怎么可能 我不信 他又说 那肚子里的孩子 我回他 别人的 我能理解他 毕竟这么好看的老婆 换谁 谁也不乐意 发小因此好长一段时间 一蹶不振 过了一段时间后 我和发小的钱都被退了回来 这一次 我在离开前提醒发小 一旦涉及钱的事 就不要那么答应 全文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小恩